三交文它是一个鸡胸参半的符号 它要看位置而定鸡胸 如果三交文出现在明堂守心这个位置 一般来说它都是一个吉祥的符号 对人生的运势能够起到一个帮扶的作用 古话说呢 首有三交文负到九十九 它就是说的指首心明堂位置出现三交文的特征 咱们看一下这位男士的首文特征 你看他这个首心明堂位置 在运势文下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三交文 从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封闭的三交文 这是在明堂位置出现的三交文 它是由运势文还有智慧线 还有一条浮线 相互组合成一条封闭的三交文理 出现这种明显的三交文 这种文理对人生运势能够起到一个帮扶作用 旺财俱财的作用 首有这种三交文的人 不论男女衣食无亏 钱财无忧 这是一个好的首文特征 还有一个现象呢 三交文有的是出现在 玉柱文上方的 你像这位男士的三交文 是出现在玉柱文的下方的 咱们看一下 出现在这个玉柱文上方的三交文 不论出现在上方还是下方的 它都是一个吉祥的符号 在名堂位置出现 咱们看一下这位女士的首文特征 你看她这个三交文呢 是由生命线符合而成 然后由玉柱文符合而成 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三交文 不管在玉柱文的上方 还是在玉柱文的下方 这要形成一个封闭的三交文 它都是为一个明显的吉祥符号 对人生的运势能够起到一个帮扶的作用 首心出现三交文 一般起到旺财俱财的作用 如果在其他位置出现三交文 要看情况而定 三交文的鸡胸好坏 要看位置而定吉凶 这点必须要加一的注意一下 首心名堂位置出现 卢文的下方 它都能够起到一个旺财俱财的作用 它与玉柱文的作用几乎一样 好坏 要看位置而定吉凶 好坏 请不吝点赞订阅